大家好,这里是善健康财富俱乐部 今天的影片让想要减肥,正在减肥的朋友避开减肥的陷阱,使减肥之路走得更顺畅 2025年,全球男性肥胖患病率预计将达到18%,而女性超过21% 许多国家的肥胖患病率要高得多 其中美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五国就占全球成人肥胖病例的三分之一 当肥胖人数不断增加,千千万万种减肥方法,也持续出现 有人受成一道闪电,有人却胖得一如既往 那么,那些越减越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否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用对方法 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 如果影片接下来的内容值得你分享,记得订阅这频道,开启小铃铛 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以下这些减肥误区,快看看你是否中招了 1.蔬果减肥误区 如果只吃蔬果,你就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氨基酸,结果身体会大量分解肌肉 更糟糕的是,大量损失肌肉意味着你的新陈代谢将会大大的降低 从而使身体越来越难以消耗脂肪 况且这种做法非常容易反弹,并且越减越胖 蔬菜的摄入量必须牢牢地把控,尤其高碳水的蔬菜 食用过多的洋葱,胡萝卜,蒜苔,莲苞,一样会影响减肥的效果 因为它们就是刚刚提到的高碳水的蔬菜 饮食一定要均衡,尽可能选择水果蔬菜热量密度低,又是高鲜的食物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疾病 除此以外,吃水果的时间要格外注意 水果饭后吃是大家熟悉不过的习惯,普遍认知是水果可以帮助消化 但是,在吃过饭之后就马上吃水果 那么食物的淀粉,蛋白质以及脂肪难以消化 如果这时会再进食水果的话,会加大胃部负担 长时间下去会出现肠胃胀气以及胃部疾病 至于饭前半个小时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段 水果内的粗纤维还可让胃部有保障感 水果中的果糖,可快速被机体吸收,提高血糖浓度,降低食欲 误区二,认为运动可以燃脂 无数人认为,运动是减脂的主要方法之一 而且是运动强度越大对瘦身减肥越好 有些人认为跑得越快越好,跑得越慢,减肥效果越差 真的是这样吗? 有氧运动一定要依据本人身体素质与肥胖的特点来选择硬度尺寸 要有有浅入身的全过程 并非运动强度越大效果越好 以慢跑作为例子,选择适度的慢跑,能快速减少脂肪,每小时6-8公里的最佳速度 一次持续跑45分钟左右,脂肪燃烧效果最好 只有温和规律的运动,可以被认为是对减脂有绝对好处的 但这种好处只是加成而已 一旦脱离了饮食控制,这种运动的好处,将变得没有意义 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的是,运动前不热身 运动前做热身运动是必要的 其功能在于提醒自身的肌肉组织进到运动情况,降低运动中的负伤风险性 否则,你就会很大机会造成肌肉紧张,膝盖磨伤和关节损伤等 不要以为热身运动是浪费时间,它也是运动之一,可以帮助消耗卡路里 所以,运动前先做热身能够提升运动的减脂效率 第三个误区是通过药物,带餐和减肥茶而达到减肥瘦身效果 很多人把减肥的希望寄托在外在的一些药物啊,保健品,带餐等等 这包括带餐粉,带餐棒,带餐饼干,或带餐果蔬汁等 代替你一天一到两餐中的部分食物,一般针对,想快速减肥 或是工作繁忙,懒得做饭的人 事实上,没有任何既安全又能急速提高燃脂效率的产品 带餐食品含有的营养素叫单一,热量严重不足 无可否认它提供的饱腹感解决了你在控制热量摄入时的饥饿问题 但如果不合理应用带餐,则会使你走向另一个极端 营养不良,或体重反弹,更严重的是身体机能受到影响 还有,大家也热衷于喝减肥茶,认为它是减肥小能手之一 所谓排除素变,排除毒素的减肥茶,实际就是添加了泄药,长期服用也会造成身体的健康负担 另一种则是添加了益生菌,纤维素,打着鲜体美颜的称号,其实没什么效果 所以减肥茶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更为极端的则会依靠减肥药来达到瘦身的效果 你所认为的快速减肥方法其实并不可取 这些减肥药物的作用只能减掉身体的水分,损伤脾胃,并不能真正削减体内的脂肪 一旦停止用药,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就可能变本加厉地发生反弹 此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并不明确,安全性也不能得到保障,因此应谨慎服用 别伤了根本,这样更加得不偿失 要减掉体内的脂肪,维持正常的体重,最有效最安全的做法 还是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的合理结合 四,你的作息误区 不只是单纯一天睡够七到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应该早睡早起,睡眠最佳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休息不好,会导致人身体中生长激素无法代谢 或许大家不清楚的是生长激素必须在入睡后方才产生 在深度睡眠中,大脑会释放大量成长荷尔蒙 帮助把体内多余脂肪代谢成能量 当你长期熬夜时,无形中造成生长激素减少于人体内 无意会阻碍人体骨骼生长,减缓人体代谢油脂,减缓分解脂肪 所以经常熬夜睡不好,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 所以对于熬夜的上班族,一定要休息好 诚如我们之前影片暴富性熬夜分享,熬夜会导致食欲增强 如果你没看过这支影片,可以点击评论区影片的链接 快速地获取相关资讯 夜晚特别容易饿,比白天容易得多 这现象估计经历过通宵或是熬夜的人都认可 那是因为在夜晚,你体内所含的抑制食欲的瘦素下降 而且睡眠不足的人,更倾向于食用各种零食、披萨饼、薯片、糖果以及冰淇淋 晚上消化能力往往会比白天来得低 食物中所含的糖分极易穿梭在脂肪和血液内 形成脂肪堆积,还升高血糖指数 这一切一切都是减肥的绊脚石 最致命的误区是,你的减肥思想 学习成功者的方法以获得成功 或者至少靠近成功 也许在人生中很多事情都能遵循这思路 但是这恰恰相反于减脂和健身领域 100%复制某个减肥成功者的方法 并不代表说你可以得到想要的减肥效果 别人所分享的减肥方法只能供你参考 而不能照样复制和盲目执行 毕竟你和他的身体不一样 可以尝试,看看自己是否喜欢,是否有效果 假设你实践过这方法不行 也不要武断说辞法不管用 只是这方子不适合你,你大可另寻他法 反之,你想要一个完全适合你的减肥法 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去吸取百家的精华 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减肥法 有些减肥人士喜欢为自己设定具体的减重和时间的目标 试图控制进度 比方说,我计划某个月减掉几斤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设定减脂目标的思路 可是它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思路 为什么呢? 极少有人有能力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减肥进度 即使是在那些具有多年合理减肥经验的人当中也是如此 减肥速度是先快后慢 而且,越减越慢 一旦,制定的目标没有达成 往往只有挫败感和自责情绪 预速则不达 减肥,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健康且慢慢地受下去会是最佳选择 慢慢去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改变饮食结构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需要很多技巧 一个长期的计划 才可以减肥成功 在你开启减肥之路之前可以检视下自己的思路 二先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B然后了解自己能做什么 C再慢慢去尝试各种新的方式 D最后确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D找到合适自己的减肥方式 总而言之 健康减肥才是王道 科学饮食 营养均匀 科学运动 持之以恒 规律睡眠 健康未来 记住 你的健康才是第一位 这也是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初心